如果是要排Supreme的話 我就不去了 嘿大家好我是阿萱 今天要來跟各位聊的是 你所不知道的Supreme倫敦店 在早期05-06年玩學生的時候 就注意到了Supreme這個品牌 並且對這個美牌感到非常的好奇 至於Supreme的歷史網路上都查得到 這邊就不再贅述了 我們直接進入主題 一開始我都是從LA拿貨 拿了大約快一年左右 這當中發生了蠻多的故事 以及許多的黑幕 但是因為太長了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搞不好之後我們可以專門做一集 為了講這一些 就在同時 我台灣這邊有個朋友 正好要去倫敦工作 當時的匯率很高 拿台幣來比的話 匯率比大約是 1-50 到1-51左右 非常的高 但就是因為匯率高的關係 當時在倫敦店買Supreme 其實排隊都還蠻快的 一下下就可以買到了 不過就大約過了半年左右之後 英國的脫歐公投過了 匯率瞬間大跌 所以在倫敦代購Supreme的人就越來越多 這時候倫敦店就越來越靠北了 他們就是那種 人少心情好 龍多臉就臭的店家 你可能會想說 服務業 客人越多不是越好越開心嗎 但是他們相反 人太多 就會不爽 由於之前有發生過流血事件 所以在英國是禁止夜排的 都是早上才會開始 開放排隊 但是因為匯率大跌的關係 人潮越來越多 相對的不守規矩的人 就會越來越多 而當時的排隊方式很特殊 就是他們會規劃 一個排隊區域 在保全上班之前 所有人是禁止進入那裡的 而保全只要以現身準備開始發號碼牌 全部的人 就會往前衝 看誰卡得快 所以當時 為了搶一個號碼牌 其實還蠻恐怖的 你就想想看 所有的人 往前 就去卡那個位置 所以就因為這樣 每次只要在 發號碼牌之前 凌晨就會有人 在那附近徘徊 遊蕩 等到保全來之後 衝過去卡位 好幾次倫敦店的店經理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店長 Jager 他都會在社群網站上面呼籲 不要提前去附近徘徊 若在發號碼牌之前 發現有人 就不賣了 之類的話 但你懂得 還是許多人把他當耳邊風 接著倫敦最扯的事蹟出現了 這是發生在 2016年秋冬 開季的時候 當大家都一樣 是提前 遜那附近的同時 保全出現了 正當大家全部往前衝的時候 保全這時候臨時宣布 即日起更改 發號碼牌的規則 至於是什麼規則 他也不明講 就板著一張臉 從隊伍頭 走到隊伍尾 來回的挑人給 當時我們就戲成這個 根本就是在選飛 何謂選飛 顧名思義就是 我看你爽 我才給你號碼牌啦 所以 當時卡位第一名的人 他不一定拿到號碼牌 他如果看你不爽 他就直接無視你 經過你身邊 打給下一個 這也就是我們 新類的開始 因為那時候是開季嘛 所以我們大概 號召了 8個人左右 我還記得 當天 大家都等到了下午 4、5點 都還沒有拿到號碼牌 所以都還沒有辦法進去 因為當時的人 是爆炸得多 接著6點的時候 保全就宣布 不發號碼牌了 因為7點 他們就會準時打烊 意思就是我們開季的第一天 全數共沽 但是你花錢 且人家排隊的工資 還是要給嘛 在倫敦的日薪 非常的高 如果你 開的價格 沒有比他們 一般的日薪 要來的高的話 很少人會願意為了你 跟公司請假 去幫你排隊 所以可想而知 當時是 接著一連好幾天 都是這樣 再加上 Jugger全全交給了 保全去處理 所以當時的保全的權力極大 在所有人眼中 他們根本就跟神一樣 保全當中有一個頭 他的名字叫做 Jack 身高大概 200公分 體重破百 就是一個他站在你面前 你會不敢假笑的那種大塊頭 號碼牌都是他在發的 所以可想而知 他變成了大紅人 一堆人想要巴結他 一堆人找他合照 這樣子的排隊方式 你們有看過嗎 我排真的是第一次 但是為了能夠買到貨 也只能乖乖接受 不過我曾經從Jack手中 拿到過15號 而且只有我拿到 其他的人一樣 在寒風中 站到了晚上6點 所以 只能說是運氣啊 OK 當你順利拿到了號碼牌之後 進店你才會發現 裡面是 不可以拿手機 也不能有任何小鈔 要買什麼 全部都要背在腦海當中 如果你被他們發現 你手上拿手機 或是拿小鈔 會直接被趕出去 你想想看 開機的東西有多少 要他們全部 背在腦中 然後我再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Spring倫敦店其實蠻特殊的 進店之後 他們是要下去地下室 選貨 而他們的倉庫是在一樓 也就是說 你下去的時候 你跟店員說 這件T恤 你要Medium 然後這個褲子 你要Small 那這時候店員 他就會跟樓上 也就是一樓 的倉管說 他要什麼 他要什麼 這時候倉管就進去找 他找完了之後 就會從一樓 往地下室丟 店員接到了之後 才拿到你手上 再拿去 一樓 結帳 而且 他們也曾經 失守過 就比方說 他可能要個什麼東西 比較大 他往下丟 店員沒有接到 就直接丟到地上 其實這個在倫敦店是常有的事情 他們的地下室 擺的是 衣服 褲子 外套 包包之類的 而所有的配件 都是在一樓的 櫃台前面的櫃子裡 當你下去跟店員說 你要什麼什麼什麼 全部拿好 然後抱上樓 準備去結帳的時候 這時 你如果 遇到了 在櫃台結帳的話 我們就曾經遇到過 他會直接把你 抽走好幾樣東西 並且跟你說 你買這些就夠了 你不需要買到這麼多 而且這個時候 你看喔 我們還沒有拿配件喔 配件都在櫃台裡面對不對 你如果跟他說你要配件 他不一定會給你 因為他會覺得 你買夠多了 而且如果你買了很多東西的話 務必要在結帳時 對清楚你所購買的商品 是否都有 放進袋子裡面 因為我們也遇過幾次 明明發票上面有結帳 可是袋子裡面 卻沒有 再回去跟他要 他就會說你已經出門口了 沒有辦法補給你 然後我們也曾經遇過 排隊的人被刁難 就是 可能進去的時候 他要買的尺寸 不是排隊這個人的尺寸 他就會說 你買這個尺寸幹嘛 只有不是你的尺寸 你如果不能穿 你為什麼要買 我還記得那個時候 我們排隊的人就有跟他說 他是要買給他弟弟的 然後要送他當禮物 什麼什麼的 沒想到店員這時候 竟然跟他說 幹嘛送他這麼好的東西 我們也很常遇到就是 今天買完了 隔天要再去補單嘛 因為他們都會限購 所以隔天再去的時候 在外面 好不容易拿到號碼牌 排了兩三個小時 終於進店了 結果 被認出來 他就會跟你說 不好意思 你昨天買過了 請你出去 也因為他們 一直很靠背 我們變成 請排隊的人 都要一直換 一直換 一直換 因為基本上 去過一次的人 就不會想要再去第二次了 他們會覺得 幹嘛勸命受侮辱 而且他們的種族歧視 非常的嚴重 他們很討厭華人 所以我們後來 找排隊的 都只能找當地的老外 就連許多配合許久的老外 都會直接跟我說 如果是要排Supreme的話 我就不去了 所以你們就知道他們 多麼的急車 多麼的靠背 因此你們都會發現 全世界的Supreme 都已經玩瘦的東西 倫敦店 竟然還會有貨 這樣講好了 Supreme x TNF 這個絕對是秒殺的聯名 沒錯吧 全世界各地的店 都是當天玩瘦 官網 瞬間秒殺 可是倫敦店 卻可以賣三千 雖然選飛模式 只維持了一季 這當中應該是還蠻多人 去跟他們靠背的說 你這很不公平啊 什麼什麼什麼的 所以後來的隔一季 他們就改為線上口簽 這段期間 他們會寄簡訊 到你的手機 如果是BOBO的話 總之一切都是看他們的心情啦 反正他們不怕賣不掉 也還是很多人搶著藥 全世界最靠背的Supreme裝賣店 沒有必要把自己搞得這麼卑微 封面了